作为一项沟通协调的专门艺术 包括个人平时的买卖议价 人我关系如何互动相处 乃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折冲尊祖 无不与谈判学发生关联 广义来说 只要处在对立的情境 就绝对需要借由谈判 来搭建起沟通彼此的桥梁 然而谈判学涉及心理 人性 历史 政治等层面 欲深入谈判学之唐奥也非易事 然而早已有人为我们搭起 这么一座轻松进入谈判学的桥梁 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谈判学大师 刘碧荣教授 不管是取材自历史人物故事 或从不同国家的文化观点 甚至如孙子兵法等传统典籍 刘教授皆能信手拈来 借题发挥 深入浅出地来阐述谈判学的理论与实物 更难得的是拥有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国际关系博士的刘教授 精通西方严谨的智学方法 又鲜熟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 因而能结合东西方文化之常 根植于传统 又能活用于现代 使得听他的演讲 不仅能习得有效解决问题的谋略与智慧 更大大拓展了你我的思想深度与国际视野 如何在谈笑风声间化干戈为玉帛 如何四两拨千斤消除旗舰 化解彼此认知的藩离 请听刘教授娓娓道来 神经斯汉的崛起的过程里面 他有几次的制度变革 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怎么打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那就制度里面哪一些是可以学的 因为你说草原民族打仗 他必须有制度 他的制度是什么呢 第一个任用忠诚的部署 而非亲人出任身边的要职 传统上旁边都是我的兄弟 但是成吉思汉在还没有做成吉思汉之前 他在打天下的时候 他用了忠诚的部署 所以你看到成吉思汉旁边的这些人 不管四杰四虎四郡 不管他整个这些会打仗的这些人 你有机会找一本成吉思汉历史来看看 这些人其实都是他忠诚的部署 不是他的亲人 有些人甚至比如神剑手折别 甚至有的时候 他是以前要杀过他的 但是后来被收编以后摆在他身边 只要你忠诚 不用旁边 所以他用人才是非常非常宽广 第二呢 这就有这个奖 过去草原民族战胜之后呢 总是洗劫财物 俘虏部分人员 然后任其他人自生自灭 成吉思汉呢 则将部众分给自己部族的家庭 平起平坐 没打下个部族 就让他妈妈收养一个小孩做养子 那么这种与异地的关系 建立族群的融合 我觉得这点太精彩 以前是这样的 打下了部队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洗劫财物 你也不要太难过 游牧民族就是这样的 所有财物洗劫 俘虏部分人员 另外人员自生自灭 因为他们可能就自己又集结了 集结如果没有收编他 那集结了 领导人被杀了嘛 底下人集结了自生自灭 他们说明又选了新的领导人 然后投靠另外一个汉 然后来攻击我田木真 对不对 现在他把所有的部众打散 打散分散给自己部族的家庭 那么有外人看起来 其实好像是做俘虏做奴隶 绝绝倒不是 他分散过去 也让他平起平坐 而且他没打下一个部族 就让他妈妈说 收养一个小孩做养子 以前我们看到一些蒙古秘史 就讲说 成吉桑母亲又得到一名义子 又得到一名义子 就讲到这里 我们真的是看不懂 他又得到一个干儿子 又怎样呢 其实成吉思汉用的方法就是 让你得到一个干儿子 就是说找一个人 妈你就收了他 那他就变成我弟 这个弟弟年龄可能差蛮大的 但是呢 你们这些各部族的人 通通都跟我是兄弟 族群融合 要不然的话 蒙古人 蒙古是个集合名词 是好多好多部落 弄弄弄弄弄出来 一个蒙古是个集合名词 你知道吧 他不是一个部族叫蒙古人 所以你们大家通通都是蒙古人 不是 他是个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所以在这里面收了很多 做他的弟弟 用这种方法来融合 坦白讲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这个倒是蛮创新的 我们以前传统上 想到就是联姻 谁把谁的女儿 借给谁 谁把谁 那成吉思汉也用这一招 对不对 他不是把他的长子 竹翅呢 就叫做找王涵的女儿 或怎么样 他用的方法 也是类似我们刚刚讲的 各种的联姻 但是联姻之外 多了一个就是收干弟弟 那么蒙古人作战的时候呢 把掠夺财物作为第一要物 而让敌人逃脱 现在要求完全歼灭吉人之前 不准掠夺 洗劫呢 他的财物全部归中央控管 由他论功行上 那在这里面也是我们要谈的一个东西 蒙古人过去 成吉思汉就看 就田木真呢 他看 蒙古人他们自己被打败的时候 也是这样 沿途就丢一些金银珠宝财宝 然后后面追的人怎么样 捡啊 下来捡 有一次他就看他的部队 下来捡啊 抢啊 就看敌人跑掉了 跑掉了 跑掉了 捡啊 捡了 所以成吉思汉就下了命令 我们改变一个做法 不准捡 一路追 然后后面呢 有人跟着捡 他有另外一个部队负责捡 然后造策 造策 造策以后 然后最后打赢了以后 成吉思汉来分封 大汉成吉思汉 他拿10% 其他的分 我告诉你 后来有几个叔叔就是捡 捡了以后 他有一次要杀他叔叔就这样子 他说你是我叔叔 你还不尊重我的命令 你违反的军纪啊 开玩笑 哪有说还没打完就先分封 行赏的 对不对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事情还没做完 我们就说一旦我们赚了一笔钱 那你拿多少 你拿多少 你根本还没赚到 对不对 很多地方选举也这样 一旦我们选上了 你做什么官 你做什么官 你还没选上 还没选上 那你还没打赢呢 所以成吉思汉说 少废话 不准 这倒是 这是很多游牧民族 你说不是游牧民族 本来就是抢的 不准 不准 过去 所以像这一点 也是他在整个财务上 我觉得蛮重要一点 所有的官位 也都必须由成吉思汉 重新赐予 这是什么意思 当他打下来 哪一块地方的时候 那些人说 他本来是贵族 所以要有比较好的待遇 成吉思汉讲 那你是贵族 是我封你的吗 不是吗 不是不算 不算 那我封的才算 你知道吗 所以他我所有东西 我若喜欢你 你忠诚 我重封一次 但是所有不是我封的 统统不算 所以这样才确立 他的完全的王权 他的整个的中央集权 的一个王权 能够抓在手上 要不然的话 他的制度 如果没有一个 这样的制度 他怎么能够王权 所以在这 你也可以发现 他由整个成吉思汉 重新赐予 我们刚刚讲到 十进卫 十户 百户 千户 也有一些 外国的史家讲 说你如果要能够建立到 一个全球性的 一个帝国 你的这个制度本身 你必须是十进卫 十进卫比较好算 而比较先进 而成吉思汉 当他还没有整个建立 开始称汉的时候 他其实就开始底下 十户 百户 千户 全蒙古 总共有九十五个千户 七十八个工程 十个驸马 但是一般来讲 你说九十五个千户 那九十五乘以千 那不是应该是九万五千吗 但是事实上 他实际大概就八万户 田木珍呢 为了消弭部落间的差异呢 他称自己的部落 叫做粘强人 就是他是说 我不要特别标榜我的名字 如果说 他的部落叫起岩部 起呢 那乞丐的起岩 颜色的岩 那起岩部呢 他如果说 我告诉你起岩部 所以你们通知 都follow起岩部 那每个部组 他有他自己的名字 他有他自己的图腾 那你们都是 把你的家族的东西放了 就归附起岩部 他们也不见得都很高兴 所以后来呢 所以田木珍说 可是我总有个名字嘛 所以他说用粘强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蒙古包啊 蒙古包的这个外围 他那个墙就是粘嘛 就是毛毯嘛 那就毛毯做的蒙古包嘛 那就是我们就是 用毛毯做墙的这些人嘛 沾墙人 那其实那你也是 不是吗 那我也是 那我们都是沾墙人嘛 就是就不要分你我 所以他很努力的 想要统一蒙古 他一则用他的武力 一则论功行赏 二则更重要是 促进他的族群融合 部落 部落